上周村永元微博爆料明星阴阳合同事件引发热议 在官方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动用新闻君先来大家看看明星纳税的门道 2017年中国名人商业价值榜榜单选取 自2016年两岸三地最出色的100位名人进行估算收入统计 收入的统计标准包括了电影电视剧片酬 导演监制费用 数字专辑收入 演唱会门票收入 比赛奖金 代言费用和活动费用等 其中显示 范冰冰以2亿4400万元拔得头筹 陆寒收入1亿8160万元位居第二 周杰勒以1亿8150万元收入排名第三 这100人2016年一年的总收入高达70亿9530万元 明星收入这么高 该纳哪些税呢 因为明星收入的多样化 所以按照收入类型的不同 缴税类型也不同 比如明星从签约影视公司取得的固定工资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税 明星片酬商业广告收入按照劳动报酬所得缴税 明星获得签约影视公司的股权激励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缴税 明星对外投资获得的分红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税 明星成立个人独资性质的工作室收入 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缴税 明星出出获得的稿筹 按照稿筹筹所得缴税 明星肖像权获得的收入按照特许权使用费缴税 明星个人房产出租获得的收入按照财产租赁所得缴税 明星出售房产股权获得的收入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缴税 明星获奖所得按照偶然所得缴税 具体到税率方面 明星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要取得相应的收入 就要按照该收入类型缴纳个税 新京霸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